那只要让两个大嫂 都爱上老大 那不就融合成为一个大嫂了吗 瞎瞎说 瞎说 没错 所以我需要用爱去感化白狗 让容儿重新回来 你胸口 应该挂了一块 跟我一模一样的玉佩吧 这娇人玉佩 便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白哥 你要记住 你是我的未婚妻 卑鄙 这容儿即使对我现在再冷淡 可她骨子里依然是善良纯真 我可以以此为徒步口 老大的意思是 大嫂现在吃软 不吃硬 正好借着孵蛋的机会软化大嫂 从而让大嫂重新爱上老大 没错 机智如我 钱大友 这个就是你想出来的孵蛋招数 怎么老大 画本上说呀 这个有很多这个借负产子的歧视 这借负孵孵蛋也不足为情 这海盗王思路果然清晰 用母鸡敷鹰蛋 可以 可以 这都是飞禽 可以 是 三弟呀 等你们什么时候学会驯服母鸡 再来找我说 我说负负蛋的事了 别白费力气了 你现在做什么对我来说都没有用 就像那个鹰蛋一样 你想了那么多招数 还是什么都付不出来 来 来 圣剑给你 现在圣剑是你的了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会给你 所谓你在期待的那个人 一直都是花蓉对吗 不是你 你不用再解释了 刚刚从你的眼神我就知道 你想看到的是花蓉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我 这段时间 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因为花蓉 都只是把我当成花蓉的替代品 你弥补你对王妻的思念 听我解释 你不用解释了 也好 从今以后 你我之间 除了圣剑 再无瓜葛 我娘昨夜托梦给我 她让我们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还说 什么时候给她抱个孙子 我们造小海盗的计划 是不是要重启了 是真的吗 我当爹了 对 妈 不过 容儿为何要瞒着我呢 齿红姐姐都跟我说了 你们海盗界有一个规矩 说女人怀孕三个月之前 是不能告诉她亲爹的 听她胡扯 我当了一辈子海盗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规矩 你就是 你就是 爹 容儿 诚儿 你们终于回来了 这次南方退兵 全靠你们了 这一屋子玩具 都是你爹亲手所做 你看 这小动物 小竹篮 小陀螺 还有这木马 这木马是你小时候最爱玩的 赶紧把它生下来 让它玩个痛快 不不不不 爹 打住 我这才怀了不到两个月 您这未雨绸缪那也太早了吧 对了 起名字了没有 辱名道道 还请岳父大人辞名 现在还不知道生男生女 咱们得起一个男女接用的名字 我再想想 想想啊 多写几个 多写几个 男女接用呢 我知道容儿会想叨叨了 所以命人特地打造了 叨叨一家三口 这个呢 就是道妈妈 这个呢 就是道爸爸 怎么可能 这只这么肥硕 一看这只才是公的 它才是爸爸 它才是妈妈呀 对吧 这只比较肥硕 那是因为它是怀了孕的 道妈妈 当然 还有这个最重要的 道宝宝 道爸爸 道妈妈 对吧